详细的报道 另外来看到桃园龙德宫四妈祖南巡绕境祈福活动 从2月23号展开为期8天7夜 一共有将近3000名信徒随行 沿途将经过7座公庙住驾 今天上午来到陆港天后宫 场面十分热闹 带你来看看 冰炮响彻云霄 号召信徒龙德宫四妈祖轮教即将抵达天后宫 队伍绵延数百公尺 千里宴顺丰儿在前开路 镇头表演热热闹闹 妈祖轮教驾到 庙前广场集的水泄不通 场面壮观 隆德宫跟陆港的渊源非常的深 那过去他们都三年来 六港三年就去混淆 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庙宇的一个交流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妈祖的这个圣民 能够更加的这个远播 今年妈祖绕境区服刚好碰上抗疫时期 八天企业的活动来到第四天 虔诚的信众带着信心欢喜相随 在这四天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看到风和日丽的太阳 阳光很大 然后有一点微微的风 这是老天爷为我们做主的 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细菌都消毒 之后还有三天的行程 信徒们相信跟着妈祖的脚步绕近 就能消灾解恶 福气绵延 也祈求疫情快点平复 借由信仰疗愈人心 明星李文华正好报道